這條街的氛圍感也是不錯的喔 現在走到大街上了 大家好 我是白媽 今天這支影片要來逛 恰不恰 注目市集了 二號出口這邊開了一家香氛店 這個香氛店是連鎖品牌 大家應該經常會看到這個品牌 這邊的門牌是 Fashion 2 Store 39 這裡 然後裡面實在太多人了 所以我就不進去了 它在MRT的旁邊而已 那今天的話我想要來這邊 稍微逛逛看一下有什麼新的東西 這一家是復古的二手襯衫 有價格200的 1500的 1000的 還有500塊泰銖的 現在是早上的10點 412分 就稍微有一點人啦 在這邊的巷子裡面 的人流量是這個樣子 這家店有賣很多的小包包 欸 蠻可愛的耶 這種感覺就是有點日式風格的 拉鍊也很可愛耶 黃色的 旁邊有小袋子的 這袋子也不錯喔 還有這個是什麼 小吊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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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很可愛耶 它下面還有球耶 這是黏上去的 100泰銖 放零錢啊 如果是瓶布的話就是200 如果是瓶布的話就是200 那邊是瓶布包的 這邊的衣服 我的天啊 人開始變多了 這家店有賣褲子 也是泰國的布料做成的 這種衣服 拼布的褲子 拼布的褲子 Session 345-2 這邊有一家編織鞋 有很多的款式 小涼鞋這邊 還蠻可愛的 很繽紛 然後這一家的話是賣T-Shirt T-Shirt顏色還蠻好看的喔 現在經過一家 皮製的店 它的風格是這樣子的 給大家看看這家店的門牌 是 這一個 老闆在整理 我在這邊是聞到蠻重的脾味道 隔壁的話是賣鞋子的 有厚底的 跟這種平底的鞋子 一雙是390 他說是他自己做的 這一條路外國人超多 這邊有賣這個 這叫什麼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它不是泳衣 它就是一個 褲子的罩山 250泰銖 但它有很多的那個 造型 很多顏色跟款式 然後這邊是小背心 變在Session是47之1這裡 剛好這家店有賣褲子 我就來看褲子 它褲管是 是比較寬的褲管 它中間有一條線 那條線的話 它就是把褲子 放在裡面 我在想說要買綠色 還是買 咖啡色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看的 它是有一點 米加咖啡的感覺 感覺還蠻好配 衣服的 穿上去的話就是這個樣子 它也有直筒的 跟寬版的 這麵號碼是這個 買了一件褲子 這麵號碼是 當次有跟大家分享過 然後還有賣披薩喔 它的位置在Session是47之3這邊 看一下這邊的披薩 而且他們是現做的 現在走到大街上了 這個月是在泰國的澳嬌月 然後上面有彩虹的 這個叫什麽 彩虹的飄飄旗 這家蠻可愛的 一件差不多是100到兩三百左右 賣很多的這個編織鞋 小朋友的300泰銖 現在逛到Session23這條街 這條街的氛圍感也是不錯的喔 還蠻繽紛的這樣 這條街蠻多正智的小東西跟包包 這條街也很可愛喔 這裡是23然後摔32之五 爸爸 經過這一家店在Session23 32之六這邊有一家咖啡店結合服飾店 這是一間小小的這樣 價格還行喔 然後有一些特色的東西在這邊賣這樣 那我又走出來了 那就繼續逛吧 剛才發現原來這一面牆都是石頭 然後加上有一些鋪牌在這邊 這位是老闆 Session23 32之六這邊 超酷的 石頭啊 它是有做鏈子的 然後你可以把它 掛在身上 有很多石頭 這種的 就很大顆耶 它就把它弄起來 然後可以掛 隔壁這邊是有鏈子的 現在在Session24之一 門牌162號這裡 它有賣水果現切 在Session24 33之七這邊 有賣很多的小包包 各類的小包包 是那種塑膠的 是那種簡單設計的包包 有25泰銖 然後隔壁的話是20泰銖 這一家是賣各種石頭的店 各種首飾啊 石頭等等的 然後這一家是賣衣服吊帶的 二手的店 二手吊帶 二手褲子 這邊是60泰銖 兩件一百 現在走到這個有 大宗的這一條路 比較Local的大宗這一條路 這邊有賣很多的玩具 小玩具 小吊飾 還蠻可愛的喔 一個20泰銖 這邊有筆記本 這裡是娃娃 小包包 然後也有幾家藍染的店在這邊 在Session 25 27這一家店有賣很多的帽子 如果你喜歡帽子的話可以來這邊挑看看 因為帽子還蠻多的 經過這邊是一家咖啡店 咖啡店蠻小間的 位置的話只有四個五個五個座位 很小間的一家咖啡店 飲料的話大概是50-60泰銖左右 還有賣小蛋糕耶 15泰銖 每個杯碗還是20泰銖 現在還要加一杯咖啡 好了 給我拿一杯一杯杯碗 一杯碗 小小泰銖 在這邊 我騙過 我要做了 róde 我 老娃老牆上了 我覺得這邊的擺設還蠻酷的 我旁邊這邊有一個鏡子 然後我前面的門口那邊有兩杯小杯的飲料 好的大家那今天就到這邊啦 點了一杯拿鐵咖啡 咖啡的烘焙味還蠻不錯的 帶大家簡單的逛逛這邊有哪些東西了 那下支影片見囉 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忘記訂閱和按讚我的頻道 買買拍生活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